如果别人叫你的父母没见过世面怎么办 一次父母在沈阳火车站送我回北京 一个上海男人在火车上问我 刚才送你的是你爸吗 怎么感觉跟你不搭啊 他有点像农民工 当时我欺诈了 朝得翻白眼 因为我爸年轻时候是车工 后来开火车整天风吹日晒 确实显得粗糙 能受到嘲讽那刻起 我知道怎么做了 五年后我在北京买了房 父母跟我来北京 如今带他们到马来西亚办理了居住权 他们从一开始不懂换登机牌 到出国几次熟悉登机流程 到国外点餐一开始小心翼翼 到现在放松享受度假 看到父母的变化 我感动又纠结 一方面想让他们尝试新的东西 又怕他们为了我而去适应 从小到大 我父母是我最强大的后盾 如今他们又为了我的孩子牺牲了晚年 只要他们在我身边 我就会感觉踏实许多 我父母无论什么样 在我心里都是最体面的 回头来看 至于别人的阳光 根本不值得一提